哈喽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们来聊一下,鸡肋在网络上是什么意思呢? 鸡肋这个词现在在网络之中大多比喻的是一些没有什么意义或者是作用的事情, 也有用来表示一些没有什么有趣之外的作品等,也被广泛应用在工作、生活、感情等方面, 描述的是现代人的一种亚健康的生活状态,鸡肋其实在没有成为网络用词之前, 来源是一个成语典故之中,来自于后汉书杨修传之中,讲的也大概是杨修这个人正在吃鸡, 但是吃到了鸡肋这个地方之后,因为没有什么味道,所以不好吃, 但是这个部位虽然是吃不出味道来,但是如果要真的把它丢掉,也是很可惜的, 所以最后也就根据这件事情,产生了鸡肋这么一个典故,您知道了吗?